大家好,又是我柴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Lodo 因為很多時候,香港用Lodo用得很多 主要市面買到都是台灣M-Up 一些大陸的Lodo 通常用這些裝 其實現在大部份Lodo都是大陸製造的 都沒什麼說什麼 還有你說Loda膠板,Loda甲板 用一些便宜的Lodo用完 20-30元用完就算了 漂亮的Lodo,我稍後跟大家介紹 現在中中町町購買一些有牌子的 都是3-4-50元一把 視乎尺寸 視乎尺寸,啤檸刀,直刀 這些都已經耐一點的 都夠用的了,你說Lodo普通東西 有些,都有一些 ERWIN,這隻都美國大力鉗那隻 對啦,這些我就以前買下來儲的了 因為這些都已經被人,整間公司被人收購了 買回來做個紀念了 香港Lodo用得最多都是直刀,啤檸刀 不是就圓角刀啊,清底刀啊 四十五道角那些刀的了 那些叫什麼鬼呀,我都不記得了名字 斜角刀啊,射不到 Anyways,我今次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說 Diamar D-I-M-A-R Diamar的落刀 其實很多做開木工的師傅 一定聽過Diamar三角麥這隻牌子的了 三角麥是主要做 以前香港的師傅通常都是用三角麥的風車鋸片 就是風車鋸片的,德國仔 因為以前三角麥三角麥就叫開了 其實Diamar的鑽石齒 出名風車鋸片的齒之外 他們還把卡牌的技術放進洞刀裡 散裝我就不做 因為我都太複雜了 我就只是做,寧願做套裝 不用煩,整套 很多客人買回去會儲存的 但我覺得這些就很漂亮 因為三角麥 索性他們用三角形的盒 去裝洞刀 因為他們的logo是三角形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有四分和二分的套裝賣 為什麼我將它的鑽刀這麼推崇 三角麥鑽刀呢 因為三角麥的鑽刀 每一塊的尺 都是卡牌尺 鑽石鋼尺 所以非常堅硬 所以這套鑽刀 鑽膠板是浪費了 鑽膠板比較浪費的 我不是說不可以 再配上的 但是我都會愈痛 這個主要是玩實木 就用這些就比較好些 玩實木 即是用久了開始盾 在鑽石鋼的磨石那裏 磨一下它 都會離開的 為什麼一件事 就是我主要買套裝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欣賞它 三角麥這套的鑽刀 是全部行三刀的 你通常見到市面那些鑽刀 全部只有兩刀 這些 嘩 集中 集不集中 集中組呢 對 就算那些直刀 全部是行三刀的 大部分市面 大牌子什麼 全部都是行兩刀的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喜歡 都這麼 跟別人說 我說不買 欣賞一下 因為三刀的鑽刀 還是德國牌子 漂亮牌子的鑽刀 是少有少的 這套鑽刀 都是24支 什麼款式都有的 這套都是賣1,600多元的 你說有什麼鑽刀 其實有幾隻鑽刀 是很值得玩的 意大利熊魔鬼 F-R-EUD 這套鑽刀 跟他都 之前揮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熊魔鬼的鑽刀 都是鑽石尺來的 但是為什麼 我說之前他們 鬥得很厲害 現在都在鬥 在外國 但是比較有一隻 有一隻新的牌子 不知道 白石還是白河 White Wither 還是White Wither 他們專門開CNC鑽刀 現在他們將CNC 因為CNC的鑽刀 是更加硬的 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CNC 他就將技術 擺到那個鑽刀 令到他更加鋒利 更加堅硬 但是那些鑽刀 一支都說 一支 一支 幾百元一支鑽刀 是普通鑽刀 都要比較貴的價錢 那我就 拿來一點 先不進去 都是買著 德國三個鎖 還有意大利 雄魔鬼 我都是走去那隻 下啤 上啤零刀 但是都是 看看有時候才會有貨 我都不覺得有 Anyways 大家有什麼 鑽刀的問題 可以隨便問我 要什麼鑽刀 其實我有本 鑽刀字典的 有本 鑽刀字典 是 基本上 就全部 都 鑽刀 基本上 鑽刀 都有了 鑽刀 那些東西 大家如果有些鑽刀 不知道 可以隨便過來 看看 鑽刀字典 更加 詳盡解釋 好 就這麼多 多謝各位